Hello大家好,我是王世宜 前几天刚进来被里面这个神仙 瞬间山河岸里就给深深的吸引 和朋友推荐这本书 对朋友说太幼稚了 其实我本不是跳脱之人 自然向往那种不按规矩出牌的行为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发生在上世纪 中国国内一起非常有名的UFO悬案 就是被外星人代飞事件 就说在河北邯郸肥香县 北高村有一个帅小伙叫做黄炎秋 那个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 这个帅小伙为人也特别的朴实 本本分分的 1977年7月27号这天晚上 黄炎秋白天就干了一天农活 累了一身大汗 所以回到家就是不到10点 就早早就睡了 可是第二天早上呢 黄炎秋的家人就发现 他不在自己屋子里 这咋个事呢 当时家里人也没太担心 因为你想20多岁小伙子 他出去溜溜的 没回来也正常 可是接下来1年10天 黄炎秋这个家人也没有找到他 这个时候黄炎秋的亲友们就都慌了 就四处打听这个黄炎秋的下落 但是都没有消息 直到乡政府辗转收到了一封电报 上面说 新寨黄炎秋在上海蒙字路遣送站收留 往任里 发报时间是7月28号 也就是黄炎秋失踪的第二天 我去这上海闹呢 这黄炎秋怎么跑那边去了 河北邯郸到上海 对于当时的农村人来说 上海这个词只停留在传诚中 就一只耳闻不曾得见的那种大城市 但是电报上都说了 那行吧 那咱们就去上海领人吧 最后呢 这个黄炎秋的表哥带着几个老乡 就辗转坐火车 然后又搭汽车的 费了特别大的劲 就到了上海 这一见的黄炎秋 这黄炎秋眼里的泪水啊 就忍不住了 就哇哭啊 随后呢 这黄炎秋就跟着他这个表哥 回到了河北老家 到了之后呢 这个村民们 这个八卦之心呢 就熊熊的燃烧起来 就开始动问西问 黄炎秋你咋回事 怎么还跑到上海去了 你这村里容不下你了 还是怎么呢 你知道我们领你回来 就是睡了多大的劲吗 黄炎秋就一脸伟绎的说 鬼在想去上海呢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根据后来黄炎秋回忆呢 他说 他在7月27号晚上 睡觉的时候呢 就迷迷糊糊的一直做梦 等他醒了之后呢 就发现自己居然在南京 当时黄炎秋就一个机灵 左顾右盼 就发现两个穿着 好像交通警察模样的人 就向他走来 然后这个跟黄炎秋说 你拿这个船票去上海 上海那边有个潜通站 你就在那个潜通站发电报 让你这个家人来认领你 说着就架着这个黄炎秋 上了南京火车站的镇台 然后呢就鬼市神差呢 到了上海 到了时候呢 黄炎秋就想着 就别再遇到啥危险的问题了 就急忙找这个火车站附近的民警 想要找帮忙 刚到派出所 就顿时这汗毛就立起来了 他看到那两个交通警察 就在这个门口等他 接着呢 这两个交通警察模样的人 就把他带到了这个潜通站 就把黄炎秋带到了这个上海的潜通站 然后呢 在发电报的时候 地址呢也弄错了 把北高村弄成了新寨 所以呢就辗转了十多天 才到了黄炎秋的这个村子 这就有点奇怪了 在当时一个农民想要去上海 那是很麻烦的 而且他们这个村 也没有火车站 要坐火车得去几十里之外的地方 而且当时的火车啊 那都是很慢的 就是还没有现在这个汽车快呢 你举个例子 我今年过年 是从 我去年过年 是从北京回哈尔滨 自驾车大概要十几个小时 你说你一夜之间 从一个河北的北高村 一下子到了南京 那你这就是拿我消遣的啊 小伙子 当时所有的村民啊 基本上都是这样想的 但是啊 很快的就发现了 哎 有点不对劲啊 那个电报上啊 明明就写着 新寨黄炎秋 在上海蒙字路浅层站 收留 望任令 这个日期上啊 就写着呢 7月28号早上 而新寨在当日早上9点 收到的这封电报啊 这个是不能作假的 这也就是说 黄炎秋可能说的 好像是真的 他就是一夜之间 从河北跑到了南京 又从南京跑到了上海 这一下子可就炸开了锅 就这种事儿 很快就被有关部门了解到了 但是呢 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呢 黄炎秋又一次消失了 就在这个1977年9月28号的晚上 这个黄炎秋啊 就还是像往常干完农活 正值收秋嘛 就比较忙活 这一天也是累得够像 这回到家里了 就是倒头就睡 正做梦娶媳妇了 马上拜天地了 突然一个不小心 打碎了一个杯子 这黄炎秋一个机灵 就醒了过来 这醒了之后啊 就发现自己 正躺在这个上海火车站广场上 我了个去 我这又过来了 我是谁啊 我是在哪儿啊 这正迷迷糊糊之中 这天空中突然就电闪雷鸣 下起了这个雷震雨 当时是半夜嘛 那广场上也没几个人 这黄炎秋就赶紧起来躲雨啊 就边跑边想 我去我怎么又来这个上海了 有毛病吧 难道我注定要成为上海滩的一个人物吗 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 上次那两个交通警察模样的男人 又双双坠坠的出现了 他们把这个黄炎秋啊 就带到了这个上海郊区 就看到了那两个交通警察的模样 后来根据这个老乡儿子说 这两个交通警察的身材十分高大 当时感觉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一身军服 后来想想就觉得这个衣服好像不太合身 就像是一米九多的壮汉 穿了一个一米六的衣服 还戴了一个大眼帽 而且他们这里属于部队家属院 那都是有人站岗的 戒备森严 一般人根本就进不来的 但是这两个交通警察就带着这个黄炎秋 不仅进来了 而且还堂而慌之的 就站在门口敲门 就是那一副我站在你面前 你看我有几分像从前的姿态 那个时候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一定要大喊一句 一年就看出你不是人 大胆妖精 我让你原形毕露 大威天龙国家入国士顿抵挡 我也挖挖 大威天龙 开个玩笑 随后旅山海就将黄炎秋接进了家里 煮了碗挂面 吃饱喝得就睡下了 第二天旅山海亲自把黄炎秋送上了火车 9月11号那天 黄炎秋又回到了自己的河北老家 这次村民们就觉得这事就没那么简单了 隔天发现黄炎秋的墙上就用小刀刻着字 上面写着山东高灯民高炎君放心 事情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一般故事都要出个事不过三 于是呢 这个事他也不例外就出现了第三次消失 在9月20号 黄炎秋还是干完弄火 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然后呢 一样的套路 一样的糖料 在走进自家院子的时候呢 突然就感觉这个 头晕目眩 一下就晕倒在地了 等他再次缩醒过来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小旅馆里面 身边呢 还坐着两个人 这两个人就告诉黄炎秋啊 他之前在南京遇到的那两个警察 我在上海郊区遇到的都是他俩小伴的 而且还告诉黄炎秋说 墙上的刻字就是说他俩都是山东籍 而且这次所在的旅馆也不是在上海了 这次是在兰州 那这更远呀 他就说这次是准备带黄炎秋来个 9天9月全国大型旅游 就等吃完饭了 这两人就背着黄炎秋腾空而起 就从甘肃啊 一路飞到宁夏 陕西 山西 河北 最后一个小时就降落来这个北京 然后这个黄炎秋回忆说啊 这两个人身高大概就是1米8左右 眼睛特别大 会说不同地方的方言 跟这个黄炎秋对话呢 就说河北的肥香口言 然后呢 遇到其他的工作人员呢 就说这个当地的口音 最后啊 他们一行人就来到这个北京之后呢 就去那个大学院 就看了一场叫做逼上梁山的戏 在北京游玩这几天之后呢 他们还去了这个天津 哈尔滨 福州 南京 最后呢 又回到了这个兰州 这是不是像是在家宅了很久的我们 突然就出来了 就是这种报复性的旅游啊 到了兰州之后呢 这个黄炎秋就想了 今晚一定要问问这哥俩 你们是神仙吗 还是那种剑仙 叫我可走大运楼 但是当天晚上 这黄炎秋就不知怎么的 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等他再醒来的时候 就在自家的这个枣树下面 时间呢 就是1977年的9月28号晚上10点 这是第三次消失 黄炎秋一共消失了八天 在这八天里 黄炎秋一直都是清醒状态 那八天里头都是这两个小飞人 轮换着背着他飞 明显能感受到这两个人的体温 但是飞行的期间呢 却没有感受到风 所以这三次奇怪的经历啊 黄炎秋在当地呢 就是明造一世 人证物证都有 让人摸不了头脑 诧异不已 当时呢 有些部门很快就知道了黄炎秋的事 马上就过来进行调查 但是咱们都知道 那个时候是破私救 严打封建迷信 像现在流传的 建国以后不允许成京 所以黄炎秋就在 唐山市公安局的姚电义警官 协助下 为这两个小飞人画了策写 当时就觉得有点像那个 我看着就有点像那个 日本演员 施也浩二 然后当时就有专家给他做催眠 帮助他回忆小飞人带他飞的这几天经历 黄炎秋就说 他俩在他家抢上刻字的那两个山东级的高灯民 高炎金 好了 这件事呢 大体上就说完了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事就觉得有点像古人的说词 就比如说 你看山东高灯民 是不是跟古代那个长山赵子龙 西凉马超 东北宋州基 大王路十一 都是这么一个路的 先说地名再说人 就有点那个意思 然后呢 这个最后呢 这个事情 结论呢 有几个说法 就第一个说法 就是梦游说 这是当时央视出来的确切答复 证据一就是在2004年 12月份的时候 就是过了27年了 就是有专家带着这黄炎秋 去北京的测谎中心 去测试 测谎的专家得出的结论就是说 黄炎秋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 有一些心理压力 换个说法 就是他说谎了 证据二就是说 他在北京看了一场戏 叫逼上梁山 通过黄炎秋的描述啊 大概位置就是 北京的长安大戏院 但是记者在查业资料的时候 发现北京的长安大戏院呢 在1976年的时候 因为唐山大地震的影响 就关门停业了 直到1979年才重新开业 那这时候呢 就和1977年 和小飞儿去看戏 这个时间就对不上了 最后呢 这个中国科学院的 这个心理研究所 高级功能研究室主任 十大先锋人物之一的 活着后 黎某某得出结论 根据各位专家的讨论呢 认为环球得了一个脑部疾病 就比如癫痫或者精神有问题 进而产生了一些幻觉 然后这个事就告一段落了 关于官方给出这个结论呢 情理之中 但有几点疑问啊 就是第一测谎仪 时隔27年才开始 就像是我现在27岁 这我有点回忆不了 但换一种说法 我回忆六岁的时候 那现在就是 摩棱凉客呀 现在你问我当初 我是不是当过班长了 那我也不确定了 第二就是这个长安大学院啊 对于一个没来过北京的人来说呢 那胡同就跟迷宫一样啊 就七拐八拐的 潜迷糊着呢 而且后来有人查证了 在这个长安大学院附近五公里处 还有一家 另外一家戏院 叫做吉祥戏院 只不过后来被拆迁了 但是在1977年10月12号 人民日报是有刊登说的 这个吉祥戏院当天播放的 恰好就是这个 逼上梁山这部戏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 是外星人 这外星人其实也表示 这个锅我不背啊 这瞧不起谁呢 我还背人 我哪那么闲呢 这个说法是根据当时 河北肥乡附近 确实有很多人目睹了 不明飞行物 但是以小时一 我纵观这些年外星人案例来说 还真没有遇到过这种装扮成人的 还能说各地方言的 最重要的是 还能背着你飞天蹲地 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你是不是在等这个第三种说法 硬要说呢 就是这个多元宇宙论 也就是其他空间的这个 记忆互算 举个例子 就是 阿迪达斯的英文拼音是什么 是这个还是这个 还有时钟上的罗马数字4 是怎么拼写的呢 是这个还是这个 给大家几秒钟时间想一想 那正确答案是 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写下来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每周三更新 喜欢的请关注我